在港圈当中就有一位老溪谷被港媒称为富婆,那就是陈曼娜,港媒报道她投资有道,拥有很多物业和资产,不过原来她也有伤心的事情。 最近她出席活动自曝在30年前做近视矫正手术失败了,现在视力仅剩一半,曾经的她就因为此事以泪洗面,还被人误会。 港圈老戏古陈曼娜以前在TVB是御用妈妈专业户,当时很多电视剧都有她的身影,后来她离朝后依旧有拍戏,近年拍摄港产电影和合拍剧。 其实她现在不拍戏也是可以过着幸福生活,接应港媒称她投资有道,在多个国家都有物业,子女的职业都不错,不用她操心。 前两年她飞去外国探望当医生的儿子一家,随后她还在那边买下别墅出租。 陈曼娜现在的生活也是让人羡慕,自己拥有不少资产,还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业,同时孩儿孙满堂,她看起来过得很幸福,不过这么多年来她也有一件不开心的事情。 陈曼娜最近出席活动透露这么多年来自己都是半盲状态,30年前她做近视矫正手术, 可惜的是就失败了,使得是网膜脱落,视力只剩一半,当时她经常以泪洗面,身心都受到伤害。 不过最近就有好消息,过几天她将会做手术,她表示完成后视力会清楚一点,这么多年来她受到眼疾影响, 有时候朋友跟她打招呼,她都看不清楚,让大家误会了是故意的,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 现在她想尽快做好手术,然后能够看清楚这世界,更搞笑表示希望多看一点帅哥。 其实,翻看陈曼娜平时的社交媒体就能发现,她对于自己的着装、打扮,一直都特别重视。 每次出去与朋友聚会或者拍照,她都是画着精致的妆容,穿的衣服基本上没有重复的,打扮相当雍容华贵。 陈曼娜在生活中,确确实实也像她的打扮一样富贵,她在圈中已经成了出了名的富婆。 陈曼娜当年只有16岁,便因为参加玉女选美比赛,从而正式踏入了演艺圈发展。 由于入行的时候年龄太小,陈曼娜只能在各大剧集中演一些小配角,后来随着年龄慢慢长大,陈曼娜才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, 一步一步走到了主角的位置,并且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了香港力的电视的当家花旦之一。 在事业巅峰期,陈曼娜选择了弹出演艺圈结婚,生子,只可惜她的婚姻之路并不顺利。 陈曼娜和丈夫杜文斌是大学同学,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相识相恋,毕业后她跟着丈夫回家见父母, 婆婆对她十分满意,催着两个人早点结婚,因为他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,所以没过多久就结婚了。 本以为婚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两个人也能携手走一辈子,可是结婚没多久,她就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变化。 以前丈夫一下班就赶回家,两个人一起做晚饭,在饭桌上聊着今天在公司发生的事情,可是渐渐的丈夫不愿意回家了, 每天下班就跟公司的同事出去吃饭聚会,浑晚才回来。 起初陈曼娜并没有多想,可是有一次她陪婆婆逛街的时候,看见丈夫拉着一个女人的手,两个人十分亲密, 陈曼娜的心里慌张不已,她不相信丈夫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。 婆婆也看到了丈夫和那个女人手拉手走在一起,于是就冲过去质问丈夫说道, 儿子,你和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? 丈夫看到她和婆婆后震惊不已,匆匆忙忙地拉着小三就跑,陈曼娜的心里痛苦不堪。 婆婆对陈曼娜说道,儿媳,你放心,我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 晚上婆婆和她一起回到家,没过多久,丈夫也回来了。 婆婆对丈夫说道,你和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? 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对不起曼娜的事情? 丈夫也知道事情瞒不下去了,就坦白说道,妈,我在外面有人了,我爱上她了,根本放不下她。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曼娜,但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,我要跟曼娜离婚,跟她在一起。 听了丈夫说的话,婆婆气愤不已,直接打了丈夫一巴掌,对她说道,我怎么会生了你这样一个儿子,家里有一个这么贤惠的妻子,不懂得珍惜,还在外面找小三。 曼娜哪点比不上那个女人了,你是鬼迷心窍了吧? 丈夫对婆婆说道,不管你怎么说,我都要跟曼娜离婚,我已经决定了。 婆婆接着对丈夫说道,儿子,你要是敢离婚娶小三,对不起儿媳,我就让你没妈。 听了婆婆说的话,丈夫震惊不已,对婆婆说道,妈,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呢?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,我跟她结婚之后,她也会好好孝顺你的。 婆婆对丈夫说道,我告诉你,我这辈子就认曼娜这一个儿媳,如果你敢娶别人,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 听了婆婆说的话,陈曼娜的心里感动不已,她走过去对婆婆说道,妈,这是我和文斌之间的事情,就让我们两个人解决吧,您别生气了,早点回屋睡觉吧。 婆婆回房间之后,陈曼娜对杜文斌说道,你是什么时候跟她在一起的? 我们两个人结婚没多久,你就在外面有人了,是我哪儿做得让你不满意了吗? 杜文斌对陈曼娜说道,我们两个人虽然结婚没多久,但已经谈了很多年的恋爱,我对你已经失去了新鲜感,我们之间的爱情早就变成亲情了,是我对不起你,我愿意把家里的财产都给你,只要你愿意跟我离婚,成全我们两个人。 听了杜文斌说的话,陈曼娜哭了,她接着对杜文斌说道,你就那么爱她吗?为了她愿意净身出户,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?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? 我的青春都花在了你身上,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好归宿,可是你居然这样对我,你的心里还有我吗? 杜文斌对陈曼娜说道,曾经我是真心爱你的,可是在深厚的感情也会被时间冲淡,如今我已经不爱你了,虽然这对你不公平,但是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多了。 我愿意尽力弥补你,还是离婚吧,勉强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。 听了杜文斌说的话,陈曼娜也对她死心了,答应跟她离婚,第二天一大早,两个人就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。 离婚之后,陈曼娜没有立刻付出,反而开启了她的致富之路。 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在香港多个地方投资买楼,买门面,同时还跟着别人炒股。 现在陈曼娜一个人住在香港面积几百平方米,市值过亿的海景豪宅中,每天晚上一拉开窗帘,就能多个角度欣赏维多利亚港的美丽夜景,十分惬意。 2020年7月有新闻报道称,陈曼娜的女婿蔡潮旭卷入经济纠纷,被人公开追债。 据悉追债人在宝马山道的一处栏杆上拉出一条横幅,控诉蔡潮旭欠债不还。 为了造成舆论压力,街招上还印有蔡潮旭姐姐的住址以及陈曼娜与女儿的合照。 对于欠钱一事,陈曼娜表现得非常无奈,直言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,因为平时和女婿甚少联络。 所以如果有人骚扰自己和女儿的话,一定会报警处理。 至于为何与女婿关系淡薄,那就要追溯到2016年发生的一件桃色新闻。 彼时陈曼娜的女儿郑祖儿刚和蔡潮旭大婚,因为男方外形俊朗,所以丈母娘是越来越喜欢,更大赞她是101分女婿。 谁知结婚不到一个星期,蔡潮旭就被曝出与大陆女大学生金若曦关系肥浅,期间更有亲密合照流出。 虽然陈曼娜和女儿对外一直历称蔡潮旭,并支持她开记者会做出澄清,可是两人间的芥蒂也就此结下。 有了隔阂后陈曼娜就与蔡潮旭保持着距离,只在过年时才会打个招呼。 早前,据港媒保守估计,陈曼娜的身家已经超过了几个亿,因此,经常看到她在社交媒体上打扮的雍容华贵,出席各种名愿聚会也在情礼之中。 如今比较少在目前露面的陈曼娜更多的是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,在2022年7月她还更是飞到了美国纽约探望儿子和孙女,同时还在社交平台上大晒儿子的豪华别墅。 从陈曼娜晒出的多张别墅内貌以及外部景观,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陈曼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身后的位置是非常宽敞的。 除了面积十分宽敞之外,我们还可以看到别墅内的装修风格以浅色为主,可以说是简约中又不失奢华,同时在客厅位置还有多处大玻璃窗,在采光方面是完全足够的。 至于别墅外的风景当然也是非常吸引人。 从陈曼娜分享出来的另一张照片中,可以看到她非常享受地坐在泳池边的沙发上,别墅外一圈还被树木给包围住,实在是非常有度假的感觉,很是惬意。 现在陈曼娜已经淡出了演艺圈,如今拍戏对于她来说更多的则是一种爱好,毕竟身家这么富贵也不缺钱,有好的剧本找到她,她也会欣然接受。 而平时没有拍剧的时候,她更多的时间则是在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,出国旅游,探亲,或者约上三五朋友喝喝茶,打打牌都是她的生活常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